汽车工业不断发展 中国的国产汽车工业也在一直进步 国有汽车品牌也占据了 汽车市场很大的份额 但是就以懂车的老司机来说 国产汽车都是花架子 汽车上最重要的发动机 却不能同日本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国产发动机 始终没有办法追赶日本的脚步 超越日本呢 听听专家怎么说 第一 技术成见不够 要说到日本 日本的汽车工业来说 丰田 本田这些企业都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 而我们新中国成立不过数十年 而汽车技术的发展就更短了 所以这方面的成电是远远不够的 而发动机的技术成电才是真正的传承 这中间必然有差距 第二 与中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有关 中国的汽车企业 从根本上是不太愿意投钱去研制发动机的 中国车企因为成立时间较短 所以对于利润的需求是很高的 而选择采购其他地区的成熟车辆零件 然后进行搭配 这样既不用担心造出来的汽车质量不好 又不用担心投入很多钱去搞研发 最终还要面临失败的结果 两神奇美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利益的追求 很多车企都直接会采用购买的方式 不愿意自己研制了 第三 成本问题 要知道发动机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目前世界上伟大的汽车生产企业 每年在研发上投入的钱是很多的 而且投入不见得有成效 也正是因为这样 车企行业的大多数中国人 从来不会去研制发动机 直接购买别人现成的市场检验成熟的 这样就不会翻车了 当然了 说归说 目前很多汽车企业 还是在一直研制发动机的 比如其瑞 吉利 长安等等 都有了自己比较成熟的发动机 虽然赶超国外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产汽车的发动机 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